入行36年的周华健宣布即将在台北和高雄开演唱会 经以60岁的华健望络还是很有活力 不过他向来出名表演时候整天不记得歌词 这日记者主持王志娇就专专考华健 要他即即唱首本名曲 至于广道演唱会嘉宾 他就表示自己最想请到这位退任 多时的歌后复出上台 好 再说吧 希望您能够把他请上台 我求你了 好 他一上台之后 后半场就让他唱 然后 你会怎样力要成熟化来当嘉宾 透过很好的朋友 透过很深的诚意 不是 不是 其实我要告诉他 我必须要传达到这个 我刚提到他名字的时候大家的反应这一点 不过会不会变成是造成他的压力 华健演唱会将会在四月举行 讲到台湾疫情反复 会不会担心影响票房 相隔五年再开个唱的华健就说事情不到他控制了 已经真的不是我能够考虑的状态了 有很多我们这行的朋友 去年都把他演到今年 那现在想面对他们的那个是更头痛一点点 可是事实就事实嘛 这个现实就现实 所以我们祝福大家吧 然后其实台湾不管怎么样都还算是很安全 那我一直觉得台湾这边的人都真的是很不错 全世界你看嘛 台湾是守得最好的 我想跟我们的人的那个生活习惯 跟那个所谓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就是台湾是表现最好的 华健这么多金曲 演唱会都未必够时间唱完 华健就说大不了到时超时罚款 最紧要是可以跟歌迷进兴啊